110年工商普查6月即将展开了 为了让作业更顺利圆满 省政府在北中南区举办普查员讲习会议 29号节安厂在阿美文物馆举行 而乡长游淑珍特别到现场勉励普查员的辛劳 也提醒乡亲配合普查作业 一起建构完善的国家工商产业发展政策 110年工商普查6月份即将展开 为了让作业更顺利圆满 省政府在北中南区举办了普查员讲习会议 29号节安厂在阿美文物馆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勉励普查员辛劳 也提醒乡亲们配合普查作业 一起来建构完善的国家工商产业发展政策 配合花莲县政府工商及服务业普查工作 今天来到了我们吉安 为我们的普查员做专业的训练 所以我们希望再次呼吁我们的乡亲 全力来支持我们的普查工作 普查工作会从6月1号到7月底止 那针对三部二要 就是不会透露个资 不会要求我们提供存款证明 也不会咨询跟问题无相关的这一些内容 更会带识别证也会提早送达我们的通知单 我们希望在防疫期间 大家也能在5月18号之后 到6月底进行网路的这样的一个普查工作 在今天看到我们的普查员 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所有的普查工作 尤其在我们的防疫期间 记得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维护自己的这样的安全 让我们的资讯资料更为完整 来作为一个未来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参考 县府主基处副处长周苗明 也说明了工商普查的目的 并且强调不会泄露个资 请民众可以放心 110年的工业及服务业普查 自43年开办到现在 我们这一次是第14次的实施 那我们的普查的时间是在 6月1号到7月31号 那么政府办理这样的普查 其实对政府跟企业都有一些帮助 那就政府来说 我们收集到这样的一些普查资讯 可以提供给政府做一些 产业政策的一些制定的参考 那企业的部分呢 其实这些资讯都会公布 那企业可以运用这样的资讯呢 可以去作为自己投资策略的一个参考 或甚至可以去调整 它的一个经营的体质 那这段期间呢 请企业协助我们做普查的工作 那我们一定会落实这个保密的措施 因为这一些所谓普查的资讯 我们是不会公开的 那请大家放心 配合我们普查员做普查工作 110年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 6月1号到7月31号执行 配合防疫 5月18号到6月30号 可以利用网络完成普查资料填写 县府主技处 呼吁收到通知书的企业 能够如实完成普查 以利国家工商产业政策推展参考依据 谢理会接下相报道 3月30号 3月3日